我講一講關於理由的這堂電視 我知道大家都很吐河了 但給我十分鐘OK 那如果拿東西的就坐一會聽我講 如果沒去的就十分鐘之後 給我十分鐘OK 生老病死是每個人必經的戒團 通常我們很多時候都比較忌諱之不想說 但是有時候沒有辦法我們都要應對 今天我想講的就是關於生老病死的病這方面 OK 大家都聽得到廣東話的 如果上天不能用廣東話的 你是小書啊 只要連音樂 我只要聽不懂 我只要聽不懂 如果聽不懂的話 我的醫生是在 所以有什麼問題可以自殺 先來自殺 那我就廣東話說 我想知道的狀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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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不是不可以做的 沒有 好 哦 我現在講的是依足 我們要想就是 萬一我們有什麼事 略學一生的時候 也有我們的創產 以後那個有得保障 另外 現在跟大家說 依族就依族 為了拉超 依族就依族了 依族就是依族的依族 在此來講 每一個人 多留權決定你接受 任何依族的政條 你願意接受那個政條 或者你取決 繼續接受任何的政條 我們也有錢這樣做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立這個依族的政條 在此 到時 突然間 例如有什麼意外 如果你是清醒的 你可以當時醫生會解釋給你聽 你需要接受什麼治療 需要做什麼 那你有權接受那個 拒絕 但萬一都有什麼情形 你自己突然間有些意外 例如意外均勻了 你不可以做決定 或者你年紀太大了 你不做決定 或者你病到後庭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辦法做決定 那時候 我們為什麼保障我們的權利呢 保障我們得到應有的治療呢 那最好 我們就是要用一個這個政條的衣足 在這個政條的衣足那裏 你可以很清楚地明明 你想在平衡之下 接受什麼治療 不接受什麼治療 OK 你可以捨低 譬如你說 我已經 醫生說我沒有復眠的希望的了 那我不想再做 譬如癌症的治療 或者花療之類的 我不想再做了 你可以捨低它 是不是 或者我已經 醫生證明我已經是植物人的了 我不想接受 延長生命的 譬如那些 用條款給你一些食材給你那些 你不想接受 那些可以捨得很清楚 或者你只是想 OK 如果我身體平鎖 我不想接受得夠的 那也都可以練得很清楚地寫明去 這個就是對這裏的理由 那其實我們很難說知道 適的 我們將來要怎樣呈現 或者有很多其他的情形 是不是 想影響到你當時的決定 所以立的衣足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你當時或者你黨衛主義 雖然是這樣的情況 你仍然有其他的原因 你想改變的人 如果你是立了 而你沒有辦法再做決定的 就不改變了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Health care policy 那個醫足的委託人 醫療委託人 醫療委託人就是你現在 指定一個 哪一個人 為你的委託人 當你有什麼情形 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去處理官 來對決定 當你決定你做什麼治療 接受什麼治療 或者停止什麼治療 那這個就是我們Leaving policy 最委託人